准备出春夏床品的朋友们注意看这支视频 我找到了一个非常舒服又很好看的四件套 热起来了吗 很多朋友在选面料的时候 其实更注重它的透气性 并且它接触皮肤的时候 这个温度是怎么样的 其实春夏来讲 我最爱的一种面料就是丝棉浑房 天丝呢它是一种植物纤维 它接触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粮感在的 并且面料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那市面上也是有那种100%全天丝的 这个我也睡过 但是全天丝的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它不太耐磨 就你睡时间长了 或者是洗几次之后 那个面料上容易起毛 起毛之后就容易起球 增加棉之后呢就弥补了很多缺点 它增加了面料的耐磨性 并且还能同时保证 这个面料呢依然还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带有一定的这个丝滑感 就是这个料子呢 就是在晚上裸睡的时候 真的极度舒适 而且它非常非常适合 搭配蚕丝背 因为蚕丝背它就透气性很好嘛 它这个面料透气性也很好 就你不会感觉到睡觉闷得慌 这面料是65%的天丝加35%的棉 就是丝会更多一些 丝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它会有一定凉感在的 夏天的时候盖着 也是非常舒爽透气 如果你也一样 就是喜欢这种非常非常丝滑柔软 喜欢这种裸睡体验的朋友们 你就入丝棉混坊的 你吃我的 你尝试一下以后 肯定你年间都会买这个面料 我选的是一个这种花卉的 它不是那种就是特别艳丽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是那种 非常低饱和色系的 一种暗花纹 就看着像油画的这种色彩感 颜色非常好看 每天感觉睡到了油画里边 它是双拼的颜色 外边是花卉的 然后里边是一种香槟色的 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大家看自己喜欢 这家工厂是我今天在展会上 新找到的一家 就是他们家主要做一些 高端的这种四件套代工的 就是从这个板画设计上 都是原创的 并且它的一些做工会比以前的一些工厂的工艺 会更加复杂一些 如果说要去品牌买这种花卉图案的 起码得七八百 甚至上千 你们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品牌的 但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毕竟还是含了65%的天赋 如果说家里边有这个男士要睡这个诊照的话 它那个头发很短 可能会磨到这个面料 你们给它震一下枕筋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喜欢棉感多一些的话 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第二套了 因为这个呢 它就是含80%以上是棉 它也其实算是四面混法 有18%是艾草纤维 艾草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的功效 像我家里边每天早上都要去 熏一下艾草 如果说大家 房间比如说是朝北的 就是床是晒不到阳光的 其实就很适合用这种面料 艾草它里边的成分加入纤维里边 这是可以达到抗菌的 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 不是厂家乱宣传的 而且呢 它有一定抗满虫的这个功效 这个面料也是拿到国内外的专利的 其实去年的时候就有给大家分享过了 去年咱们冬天睡那磨毛的 艾草纤维被 还记得吗 评价非常非常好 这个面料除了有刚才那些功效之外呢 主要是它也增加了柔软度 虽然是棉 但是它也是很柔软的这种感觉 就跟冬天那个相比 就是它没有那层磨毛的功力了 然后面料还是一样的 那因为有磨毛嘛 其实它会更加柔软一些 你刚开始说到的时候 可能没有冬天的那么软 但是你洗两次之后 发现它也是越睡越软 就是手感还是跟原来的 是类似的 因为这个面料 他们市场反馈特别好 所以他们用这个面料 做了好多好多图案 我就在展会的时候 看上了这一款 就非常适合春夏 它这种绿叶加桃子 就感觉很清新的感觉 到时候图案 你们自己看一下 我自己比较喜欢 这个自由的这款 这个面料还会更便宜一些 就比刚才那款要便宜了一百多 就根据自己写好的这个体感 还有预算来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 直接去看就行了 这周也没有直播 这不是马上就五一节了吗 然后我过节的时候 去上海招节玩去了 内衣还有春夏的衣服 就等五一节后的时候 来给大家安排吧 那今天分享就是这些 希望大家收到后都会喜欢 我都特别好奇 你们会收到这个 两个面料之后 你们会更喜欢哪一个 记得评价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